有这个人,约瑟斯密,他是一个一般人,没有很特别的能力,没有很特别的事情,但是神给他一个责任,他当一个神的代表,我叫哪些代表先知? 约瑟斯密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很困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可以找生活的快乐,他想要生活的平安,应该很想你,很想我,所以他知识教会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他不知道哪一个教会是真实的, 应该知道,有很多不一样的教会,有佛教,道教,基督教,长老教,有很多,很复杂,不知道,他不知道神想要他加入哪一个,所以他就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很简单,没有很夸张,没有很离谱,他就祈求神,帮助他知道哪一个教会是真实的 他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他接受他祷告之后,他有机会看到神,我要用他的话,描述他看到的事情 他说,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比太阳的光还亮,缓缓降下来,直到落在我身上,光停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正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 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直到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 在那时候,约瑟斯斯密看到神和耶稣基督,他们真的对他显现 在那时候,在那时候,神告诉约瑟斯斯密,世界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 没有最... 没有他的教会就对了 所以他透过约瑟斯斯密建立他的教会 像以前一样 他的目的是帮助世界的人,所有的人,认知这个教会 神知道这个故事很特别 所以他提供了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是摩尔门经 是一个经文 你自己可以读,可以念出来 可以感觉他是什么样的书 但是我答应你,如果你们做这样的 后,祈求神那本是否真实的 你会感觉神真的存在 你会感觉神对你们的爱 你会知道约瑟斯斯密真的是神的代表 和透过约瑟斯斯密神有建立他的教会 我邀请你们 就出招摩尔门经 应该在下面有一个地方可以按 可以出看那个网站 应该是mormon.org 他们可以帮助你们 我要见证神真的存在 我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 我知道他爱你 这是我的箭章 我要请你 学习这些事情 是你自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2 6 6 7 9